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感觉到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在佛罗伦萨去看 佛罗伦萨是米开朗基罗的出生地了 包括有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广场和另外一个美术馆 美术馆里面包括了其他人的作品 但是几乎到那家美术馆去看展览的都去看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其他的作品就一带而过 没人去太多的留步 因为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大卫的原作的塑像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我当然不一定准确 我只是说我能够看到的感触了 他大多雕的是男人像 他很少有女人像但不多 在佛罗伦萨的另外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他的一些作品 当时他那些作品是给米迪奇家族 也就是当时的意大利的最有权势的家族所雕塑的一些作品 包括一些棺木 那里面有一些女人像 不多 但是米开朗基罗大部分的作品是男人像 男人的雕像 其实我自己的感触也挺简单的 无论他画的画也好 他雕的塑像也好 在他的作品当中总是蕴含着某种正气 在他的作品当中 你都能体会到他贯穿在所有作品当中的一种感觉 那个感觉是别人都没有的 他无论是会画出来的东西 还是他雕塑出来的东西 都有那种味道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 其实挺单一的 我觉得其实挺单一的 他只不过掌控了自己的 他就是他 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个东西 然后别人都觉得好 而这个东西里面蕴藏着某些很特别的故事 大卫的雕像 他在做那个像的时候29岁 那大卫呢 是指一个年轻的年轻人 现在的说法可能当年就算teenager 大概十几岁嘛 不到二十岁 他打死了一个魔 他就魔鬼嘛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就像类似弹弓的似的 打死了个魔 那他原题就是这么个原题 而这个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在雕塑大废的时候 是他 不是他上面举起来这个手 而是他下面的那个手的 手指的动作和手纹 以及这个纹路血脉筋脉的雕塑 非常的真实 那是个那是个石头像 但是看起来是跟这个活的人的手指的 那个筋络血管的那个概念是一样 很多学画画是说最难画的 临摹的就是他这个手指 那据说有些绘画的学画的人 现在为了画他这个手手臂呀 要去学解剖 因为他的身体肩架结构 米开朗基罗掌控的是最准确的 要去把人的手臂真的学解剖 真的看清那血管在哪 然后再画画 我自己感觉就挺荒谬的 你别介意啊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米开朗基罗29岁 他雕塑这样的东西 我就不知道他雕塑之前是不是也学过解剖 应该不会吧 我不知道啊 这个但是我印象中我学过 我看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史 那当中我没有任何印象说 米开朗基罗学过解剖学 在凡底纲在圣皮特教堂里面的第一个雕像 是米开朗基罗23岁雕的圣母的类 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当年的他留给今天欧洲文化的基础 他内在表现出来的品质都是那种正气 纯净 纯的不能再纯的 他雕的是人 画的是人 但是内心中 他的作品中 却披露出与神相接的那种生命的信息 生命的感触 超越了现今人喜怒哀乐的概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他的境界更超越 他雕塑的很多男人的像都是正面裸体像 但你看不出来任何一丝的那种人的情感 说的更低档更下 更下龌龊一点 就淫当 诱惑 没有 因为他没有 所以成为了欧洲文化 西方文化的 叫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之作 如果就有 他就找完蛋了 这就是我的结论 万恶银为首 外国人 中国人是一样的 与神明同在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是共通的 这种共通点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 在那个 你到这个 维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顶上是整个都是金的 罗马的四大教堂之一的圣母 马利亚教堂 上面整个顶子是从北美运过去的黄金 西方的信仰当中 同样对黄金有着他自己的 跟神明是在一起的 中国的佛家里面讲的也是这个 但是西方人 中国人 包括亚洲人 谁统一了对黄金的认识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能理解的 那是当初的神明灌输 就植入了人的观念 你只要是个人 你就会把黄金当成珠宝 当成一种财富的象征 与生俱来的 没有明文规定 而这一点上 就与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 应该的人的品质 没有任何那种淫秽的东西 它是神明佛 神佛一种生命的传递 所以人是神佛所造 才会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 因为它有根脉 它才能成为文化的基础 今天的人 可能看看大卫那个照片 指不定有些女孩子还做出什么 她够不着就是 她要够得着早去下手了 你别乐 这种照片在互联网上到处是 对吧 所以人败落了 才是这样 今天的败落走到极致 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孝贫不孝昌 已经不是孝贫不孝昌的问题 有多少人内心中 争着去做仓服 有多少男人 在内心中争着去做嫖客 如果一辈子守一个女人 她觉得对她来讲简直是太冤枉了 白活这一辈子 你现在乐 你媳妇旁边一大嘴 我就抽出你 但是是你真实的想法 为什么说中国社会走到极致 在这一点上 因为在这一点上 当走到极致的时候 万恶淫为首的时候 那就是摧毁了做人的基本的准则 人家说没有道德底线了 我说什么叫道德底线 有道德吗 道德都没了 上哪猫底线呢 而作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的 中共控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的中间力量 CCTV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央视大管家在红色权力中跌落 本月初被视为央视大管家的财经频道的总监 郭振喜 制片人叫做田立武 涉嫌受贿被查 另外三名人员也被带走 据说还有一位 现在都叫美女主持 反正是个女主持 都叫美女主持了 搞不清楚了 现在把词都给毁了 他说 评论人士认为 官媒借助政治力量 衍生了巨大的经济力 官媒这句话已经定调了 他也就无所谓叫借助政治力量 官媒本身就是政治力量 对吧 衍生了巨大的经济力 他不是衍生的 他一块来的 文章提到说 现年49岁的郭振喜 在央视工作22年 05年开始担任了央视的财经频道的总监 广告中心的主任 身兼两门 钱都是他的 所以这两个部门被视为央视的钱贷 所以他也就成为了央视的大管家 文章还提到说 财经频道的制片人 王世杰被检方从央视办公室直接带走了 这个除制片人工作之外 那王世杰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财经频道的财务总管 所以出事都出在钱上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文章还提到说 一手是红色企业圈 一手是黑色企业圈 这是他 这是他评价说了 他讲郭振喜应该是 继李东升被干掉之后 另外一个在央视举足轻重的高层人物被查 那预计因为他长期担任央视广告部和财经频道两大核心部门的负责人 相信他的落马会引起更大的风波 那这篇文章呢 有点之后 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又有央视的女人 美女主持被带走了 央视的美女主持可以列很长 对吧 而且我也注意到那央视的美女主持呢 很多都是后来很年轻的跟我们差了一辈 对吧 这个甚至都到了90后 那87年88年86年出生的 甚至90后的 那对头算到现在 那正是青春年华的时候 那这些人 咱说句难听的话 如果中央电视台是那样干的话 当初他被选上的时候 你都得画文号 我没侮辱央视所有的女孩子 不是这意思 那早期我个人跟央视的 还打过交道 那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进了这个门 人这个门就是这个规矩 你要不遵循这个规矩 你进不了这个门 而今天呢 为了出名什么事都干 对不对 我刚才说那道理了 咱没说人家 有些女人是争着做倉扶 零售都不干 对不对 那得到什么club里头 下单子 跟皇帝似的翻牌 对吧 得那样 他才行 那这个中央电视台 我说了 那是归中共中宣部部长主管的部门 那是教育全中国人 什么叫道德 什么叫精神 什么叫文明 什么叫思想 什么是人 什么不是人的首要部门 中央电视台 他要中宣部控制着教育大家伙 你说不对 这有什么不对的 中央电视台播出某些重要新闻的时候 你们家领导今天晚上不让你回家 让你们所有人学习 中央电视台 中央文件 对不 里面讲的都是要坚守道德 结果上的播新闻的那个 播这件事情的女孩子 刚从后面屋里提着裤子出来 然后到前头跟你说讲道的 然后那边那个提着裤子在那头 总监吧 这个拍片的就这样 开始 他们俩人合伙 刚才在里屋商量好的 然后所有中国人在 后来人家都开始了 人家开始完了 那结束了咱们就得学习了 学习什么叫道德 这就是我说 我相信如果在央视工作的人 我说这点话 不委屈吧 这是很多人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的精髓 这就是讲中共的魔鬼的概念 透过中央电视台 今天我们是可以看到 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守着这部门不挣钱 守着这个部门 他要不挣钱的话 他也上不了这部门 他要能在这两个部门 能够把控的话 是因为有人要借助他 既让他挣钱 又要让要求他帮助另外那人挣钱 对吧 那有了钱了 那至于说满足点下三路的需要 那是生活 你要一定要理解到这点 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 对吧 所以当初周永康是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室的主任 第一把手 所以他把中央电视台透过李东升 培养成他的窑子铺 我找不着好词能形容了 因为老百姓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摧残 这就是我说在对比 你要对比当你今天到罗马去 我相信中央电视台很多人也到罗马去 那当时的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所颂扬的是神明与人之间的传递 那样的文化流下来 影响着后来的人 成为了欧洲文化的基础 西方文化的基础 到今天人们都还一直去看 对比下来 中央电视台代表的 今天中国走哪不得喝三呼六的 我也有钱 都是用钱开道 谁用钱开道 朴克 朴克才会用钱开道 这就是今天的价值观 那如果都是用钱开道的话 中央电视台这么做的话 是理所当然 正当防卫 这就是我说 他对比文艺复兴时期的那时候人的作品 今天就是鬼 今天就是魔鬼 不怕不吃货 您说货比货白 所以才会提到 在圣经里提到的大审判是没发生的 而这个时候的人 在他的绘画当中都表现出 人和鬼是交吃在一起的 是一个层面 人做鬼是 就是鬼 不是人 只不过扬寿没到 但如果人做鬼是成为了普世的价值 人做鬼是的这样的政权 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喝三呼六 用钱开道 仓富可以开道的话 就是大审判来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救赎的年代 这样的内容对于我来讲就是瞎扯 真的 你看到就是 里面的演员 里面的主持 里面的导演 自己糟蹋自己 但是觉得自己最阿败 就弄这块肉 而外面看的人呢 摔牌骂骰的 因为恨自己没进去 中央电视台主持 多美女的主持 那中央电视台那也没那么美 他只不过那些当官的 按照古俊山的话 国内女星玩腻了 攀上中 找着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女孩子 做自己的 那叫品味 一定的 那些的龌龊就在此 李东升 得烟抽 也就在此 就是个大拉批条的 而大拉批条的是610办公室主任 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 这个崩溃是做人的基本的品质的崩溃 做人的基本的道德的崩溃 人人都知道他在崩溃 人人逃不出这个怪圈 因为人人既是买肉的又是卖肉 那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就是一种超脱了 就是一种拒绝邪恶的概念 文章还提到另外一点 说当局给喉舌媒体经济空间是收买行为 我觉得不是什么说 他是他的喉舌 还有什么收买啊 他是一体 他是一个身体上的不同的部分 对吧 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 中国资深的媒体人杨海鹏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张轩 在微博上评论讲 央视在管理上出现问题 认为央视安排姓郭的 同时任广告负责部的负责人和财经负责的总监 这是一个极具寻租风险和管理漏洞的人事安排 这就是两个文化人了 中山大学的教授 人家就那么弄的 人家那么弄好把钱弄出来 你还挺文化 这管理上有漏洞 什么漏洞 管理是人家的 对吧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文化人 我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我就刚才我提到 你要认明白 人家就这么做了 还有什么漏洞呢 不这么做 人央视是人家的 女人都是人家的 钱也是人家的 还有什么漏洞呢 中国作家野杜对德国之声说 像央视这样的官媒 既是党的喉舌为党发声 而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 他一部分转向市场之后 他们也会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 那官媒如果因为不会在政治上 对政府造成威胁的话 官方也就会默许他们 我觉得就是文化人 不是官方默许 对吧 那你咱就说 在茶安街上开个窑子 人家叫健康中心 明明开的是窑铺 他说健康中心 对不对 这健康中心是当地的一个黑道开的 但他一定有白道的背景 白道有股份 它是这个概念 那你说他是黑道的还是白道的 大家得一块玩 那是生活 所以我觉得 要认清魔鬼的本质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非常明白 在现实人的环境当中去探讨管理 制度 应该这个了 应该那个了 你会被共产党玩了 因为他是魔鬼 人战胜不了魔鬼 但神佛可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